欢迎收看Pitbo Webcast 在台湾已经绝迹50年的狂犬病卷土重来 台湾各地陆续传出了有诱欢、前属等染病死亡 甚至是攻击人类的报道 让民众出现了恐慌 而Pitbo在各地的公民记者 他们第一线也感受到了民众紧张担忧的气氛 有的县市已经开始扩大捕捉流浪狗 有些养宠物的民众也出现了气氧潮 其实这些对于防疫不但是没有帮助 甚至可能会出现反效果 专家呼吁让动物接种疫苗 以及正确的防疫观念 才能够有效抑制狂犬病 台东县狂犬病疫情持续升温 日前疫苗只能撑到今天的新闻箭报后 引来民众的恐慌 更加深了民众的疑虑 许多靠打山猪为生的猎狗 也整车整车的出现在庙前的广场 全部是150剂而已 他现在是先拿150剂来 你们拿到几号 57 57 我看57大概 我拿到90几是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他才说150剂而已啊 至于民众恐慌性的心理也需要调整 因为虽然有诱欢和遣除的实际案例 但人狗目前还算安全 所以请勿恐慌 以免打乱了原本就无章法的防御当局的脚步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注意配合的事项 狂犬病在台湾消极50年后 最近在野生幼患身上又再次验出狂犬病病毒 引起民众恐慌 农委会也随着狂犬病疫情的爆发 在高风险地区加强防疫 扩大狂犬病疫苗注射的服务据点 同时也加强流浪动物的捕捉 但其实大规模的捕捉对于狂犬病疫情的抑制 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WHO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 就是全面的防疫大规模的疫苗注射 才是真正可以防堵狂犬病 甚至使它消失的有效办法 而捕捉或者移除 大规模的移除菩萨 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民众其实平常就按时在施打预防针 这问题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目前的确诊是在野生动物的尸体想 而且施在评的三级 所以在故事里面不需要太过于恐慌 那再来就是说流浪动物的部分 基本上在失去的流浪动物 也不会接触到那么多的野生动物 那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要抓紧一个就是防疫是最重要的 捕捉菩萨是无效的 大规模的捕捉不仅会引发动保人士的不满 也无法抑制狂犬病的扩散 扩大疫苗的注射 以及将代表以施打过疫苗的狗牌 和受益的背书结合才是最佳方法 狂犬病在台湾再度出现 这一次饱毒的动物是诱欢 我们不停的在新闻上看到 各乡镇又出现了诱欢 死亡的尸体 民众惊恐等等的消息 但是在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上 我们看到了一则来自台东的公民记者 懒人居拍摄的影片 这是他20年前担任老师时拍摄的 当时上学的学童在途中捡到了一只小诱欢 影片当中的诱欢看起来温馴可爱 对照现在大家闻诱欢色变的情况 真的让人感触良多 一般人现在一听到狂犬病就跟诱欢整个做连结 那诱欢其实它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动物 那很多的那些受益系的相关的教授 他们也都很为这个诱欢暴去 特别是狂犬病引起这么大的宣染大火 其实大家都很害怕 那这种害怕其实是因为我们无知才会害怕 那以狂犬病来讲 一开始媒体夸大其实的就是说 得了狂犬病以后百分之百就一定没救 那其实他还没有讲在狂犬病 还没有发病之前 其实只要用药 正确的用药 那会得到狂犬病的激励 其实是蛮小的 那特别对这些可怜的动物 包括幼欢 还有现在各县市的捕犬队 一直在抓了这些可怜的狗 其实他们真正能够得狂犬病的这一种激励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 那所以我当时会把这一个影像 播出去 主要也是让大家做一个反省 为什么原本他们那么可爱 那么可亲 跟人 跟其他小动物 都可以一样和乐相处 这样的动物 如果他得了所谓的狂犬病以后 他整个生性都改变了 他会去咬其他的动物 会咬人 我把幼欢贴出去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让大家认识 幼欢他到底长什么 因为事实上在坊间的 在影片里面 真正看到了有的 除了就是一些生病的幼欢以外 根本就没有正常情况底下的 幼欢他的长相 他在觅食的情况 所以当时我也把这个拖上去 也就是让大家第一个了解 那其实最主要还是让我们大家来反省 到底我们的生态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在我们整个的山林里面 现在各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病例发生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让他们变成染病 那我们人类的对整个山林的一个爱护 对动物的一个保护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那个是留有伏笔的 我并没有说死 他一定是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的来想一想 然后共同来找一个方式 不要盲目的滥杀无辜 或者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恐慌 台湾再度出现狂犬病 未来的防疫之路势必漫长 除了大家都要有正确的防疫观念 也像刚刚公民记者懒人居说的 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让大家好好思考 人跟动物相处之道的好时机了 这部webcast我们下期再见